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 之前我们绘制的所有的图形 它的路径都有这样一个特点 那就是线段与线段的焦点 总是这个图形的顶点 不管它是一个突多边形还是一个凹多边形 那么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想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可不可能通过线条组成一个焦点不一定在顶点 而和图形的边缘也相差的这样一个复杂的图形呢 那么大家已经学过converse线条的绘制 我们只要把这些坐标定下来 按照坐标的顺序连接它们 一定就能绘制出这样的图形 但是关键是 如果我们绘制出这样的图形以后 当我们调用feel这个函数的时候 究竟应该怎样染色呢 这就是我们这一小节要探讨的问题 对于这种复杂的图形 当我们使用feel的时候 feel染色所需要做的一个主要的任务 就是确定哪个区域是里面 哪个区域是外面 在这个问题上 converse采用了一个数学上的原则 叫做非灵环绕原则 什么叫非灵环绕原则呢 那么大家可以看这个例子 在一个区域里取一个点 那么这个点向外引一条射线 那么这条射线就会和组成这个区域的线条相交 在这里要注意我们绘制这个线条是有方向的 所以这条射线和区域相交就会存在两个方向 一个是从左指右 另外一个呢是从右指左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定义 这些边缘和这条射线 一个方向相交是正一 另外一个方向相交是负一 那么非灵环绕原则说的是 如果存在这样一条射线 这条射线和刚才介绍的每一个相交的边缘 用正一负一的方法进行加减运算的话 如果其结果是非灵 那么这个区域就处在这个多边形的里面 如果结果为零 那么这个区域就在多边形的外面 具体什么意思呢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例子 比如说在这个区域 我们随便取一个点 如果我们能找到一条射线向外引这个射线 那大家可以看到 此时只有这一个边和这个射线相交 那么此时如果我们定义这个方向是正一的话 那么结果就是正一 正一非灵 所以这整个区域就在多边形的那边 就会被染色 那么大家再看这个区域 在这个区域里头 我们随便取一点 如果存在这个射线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射线 那么可以看到它和两个边缘相交 这两个边缘和这条射线相交的方向是一致的 都是从这个图上看 是从下至上 从下至上 这样一个方向 那么计算出来的结果为二 所以可以看到 此时这个区域也处在多边形的内部 那么大家再来看看这个点 从这个点向外存在这样一条射线 我们引出了这条射线 此时它和两个边缘相交 一个边缘是从这一侧向这侧走 另外一个边缘是从这一侧向这侧走 那么如果我们定义这个方向为正一的话 这个方向就是负一 那么此时经过运算后 其结果为零 非零环绕原则告诉我们 这个区域存在一条射线 经过刚才那个法则计算的话 结果为零 这个区域就在多边形的外面 所以在这个图示里 它是不染色的 当然了 大家可以想象 在这个整个多边形的这些线条的最外侧的这些点 那么一定可以向远离这个图形的无限远的地方去引一条射线 这条射线永远不会和这个图形中的任何线条相交 所以它们的结果一定为零 所以这些外面的部分一定是在这个多边形的外面 这就是非零环绕原则 非零环绕原则在拓普学中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判断内侧和外侧的方式 如果大家有不理解的地方 也可以在互联网中搜索这个关键词 查看更为严谨的定义 在实际的情况下 非零环绕原则有什么用呢 通常我们很少会画出之前介绍的那么乱的一个图形 但是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如果我想画这样一个圆环的话 应该怎样画出来 有的同学可能会想 我可以先画一个蓝色的外边框的大圆 之后再画一个白色的内边框的小圆 组成这样一个圆环 当然这样固然可以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我在这里加入了阴影 当我们加入了阴影以后 大家看到内边框的这个阴影是加在内侧的 但是大家可以动手试试看 如果采用刚才的外面画蓝色大圆 里面画白色小圆的方式的话 这个阴影会加在白色的小圆的外侧 那么在我这个图形里 之所以阴影会在这个白色圆的内侧 是因为这个白色的圆圈处于 我现在所绘制的这个图形的外面 也就是不在这个图形里 所以阴影才会出现在这里 那么大家可以想一想 这样的图形 我们应该用converse怎样绘制出来呢 事实上 类似这样的减纸的效果 就是非灵环绕原则的一个典型的应用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示 那么在这里我绘制了两条圆形的路径 如果想要feel的时候 颜色只展在中间的部分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两条圆形 如果我们绘制的时候 路径方向不一样会发生什么 在这里我有一个简单的示意 假设外面的圆是这样顺时针的一个方向 里面的圆是逆时针这样一个方向的话 那么在这个中心的一个点向外引出一个射线的话 大家就可以想象和这个图形的边缘就会出现两次交点 第一次交点和内缘进行交点 那么是这样一个方向逆时针的穿过这个射线 而第二次相交呢 通过外缘是顺时针的这样通过这条射线 根据刚才介绍的 如果里面的这种方向是加一的话 外面就是减一 这样一条射线得到的计算结果是零 也就是说在里面的区域 它得到的结果是零 是零的话 就应该处于整个图形的外面 不知道这样介绍 大家能不能听懂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代码 在这个代码中 大家可以看到在路径的指定方面 我用了两次二个函数 这两次二个函数 一个是大圆 半径是300 一个是小圆 半径是150 而且大家要注意的是 在最后一个参数上 也就是指定是否是逆时针上 一次是false 一次是处 也就是说这两个路径 它们的方向是相反的 除此之外 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 指定feel style之后 对阴影部分进行设计 最后调用一次feel函数 那么此时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 怎么样 这样一个圆环就绘制出来了 那么这个例子告诉我们 事实上 我们绘制路径的方向 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当我们要创建 这样镂空的效果的时候 当然了 这样的镂空效果 我不仅仅可以用在圆形的图案中 也可以用在我们之前学过的 任意的路径规划的方式中 那么下面呢 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在这个例子中呢 我首先规划了一个矩形 这个矩形 我使用的是req的这个函数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这是一个快捷的绘制一个矩形路径的方式 但是这个绘制矩形路径的方式 路径的方向是顺时针的方向 那么我们就可以应用这一点 在下面我规划了三种不同的路径 一个呢是还是一个正方形 但是这个正方形 我使用的是我自己制作的一个函数 我之所以使用自己制作的函数 是因为在这里我的路径方向要是逆时针方向的 所以我只能自己编写 那么相信大家听了之前的课 编写这样一个函数是非常的简单的 其次我还规划了一个三角形 依然是我自己编写出来的 最后我用了一个圆形的路径 使用的是req函数 最后一个参数调成true 所以它是一个逆时针绘制的圆形 然后设置feal style的状态 和shadow相关的各种状态 最后调用feal进行绘制 大家可以看看此时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 怎么样是不是非常酷 相信通过这一节的学习 大家已经掌握了使用conference的非灵环绕规则 来制作这样减纸效果的方法了 大家不妨发挥自己的创造力 来制作出更加绚丽的图形来 大家加油